卯秀星7号高级理事会讯息 2024年2月的能量 我们是卯秀星7号高级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向你们提供我们的智慧话语 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密切地关注人类 由于我们与人类的连结 也由于我们在第九维度 我们确切地了解你们在每一个时刻的振动情况 我们这么说的意思是 我们是非物质的 我们可以调平到任何我们想要调入的意识 我们也曾经是物质的 并且我们确实与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物质存有一起 参与了你们星球的播种 地球上你们周围的一切并非都是出于我们的贡献 当我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 当你们进入二月的时候 你们可以期待更多的银河能量到来 他们的到来是为了让你们为更多的外星人 接触做好准备 他们的到来是为了提醒你们 你们来自其他星球 你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在我们的星系中有自己的根源 所以 当你们仰望夜空时 如果你们能在夜空中看到我们的星系 通过开放你们自己的场域 来获得更多我们正在传递的卯秀星能量 目前 在我们这个美丽的银河系中 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在整个二月期间向人类提供传输的存有 你们将获得激活和升级 这也将使你们更多的外星DNA进入校准并投入服务 你们应该了解自己是一个完整的存有 你们应该要明白自己是多维的存有 你们应该知道自己是一个集体 你们是你们的灵魂 所有这些其他的生事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是你们已经活过的 因此也都是你们的往事 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们不是 你们在那里是为了过那种生活 并从你们的其他面向所从事的生活中受益 所以 你们在地球上 不仅仅是为了偿还自己的其他面向 所制造的业力债务 你们在那里也是为了受益于所有的善业 以及你们的其他面向 所获得的所有奇妙的天赋和能力 因此 二月的确是关于把越来越多的你们的碎片 重新组合在一起 这样你们就可以明白 自己是完整的个体 并且你们可以开始更多的这样运作 那当然会让你们的意识更接近家园 更接近你们作为源头能量存有的真实本质 这就是为什么与外星人接触 对你们所有人都很重要 他提醒你们 你们比在地球上 或者生生世世的人类物质自我要宏大的多 我们还想让你们知道 你们中正在接受这一传讯的一些人 可以期待在本月底之前 获得更多你们想要的那种接触经历 此外 许多人 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 可以期待在2024年底之前 获得这种与外星人接触的经历 我们所有人都在着手安排这场 即将发生在我们银河系的聚会 我们都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为此事做出贡献 并确保它尽可能以最轻松 最愉快的方式发生 我们是毛秀星7号高级理事会 我们非常喜欢你们所有人 就这样吧